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改中立传统瑞典和芬兰 已分别与英国签署安全保障协议 韩国总统尹七月就职以后 向日本贫抛橄榄枝 韩人关系会就此回暖吗 韩国金瓦台时隔74年 首次向普通民众开放 预约人数超过200万 根据乌克兰媒体宣称 连来他们在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已经夺回了多个地区 有媒体说 俄军通往顿巴斯的补给线 有可能受到威胁 当地时间5月10号 乌克兰方面表示 其军队已经从俄罗斯军队手中 夺回了哈尔科夫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村庄 有外媒认为 乌克兰军队的这一反攻 可能表示着俄乌冲突势头的转变 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正跟随一支 乌军部队在哈尔科夫郊区执行任务 报道说乌军正在快速建立防线 俄军的坦克和火炮就在不远处的高地 刚刚有无人机飞过 乌军部队很可能已经暴露 他们只能快速转移 俄军的坦克依然在哈尔科夫周围活动 目前乌军采取游击战的方式周旋 最近的时候 与俄军只有500米的距离 哈尔科夫地区乌军新闻官员表示 最近几天夺回了哈尔科夫以北的四个定居点 路透社在报道中说 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反击 可能预示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在俄罗斯发动了数周的大规模进攻 但没有取得明显突破之后 乌克兰现在展开了反攻行动 如果乌方所讲的是事实 目前俄罗斯军队的后勤补给系统将会面临比较大的威胁 一支部队如果进行高强度的作战 各种物资油料包括物资的补给非常重要 如果缺乏物资保障 缺乏弹药 缺乏油料 部队无法推进也将会陷入停止状态 所以现在看如果真的对后勤保障系统进行攻击行动 防护能力相对较弱 抗击能力相对较低 这个状态下有可能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俄军也会采取各种办法保护自己的后勤补给系统 因为之前在欧冲统中 曾经有油罐车包括物资被对方摧毁的状态 影响了作战行动 围绕着这个后勤与反后勤的这种战斗行动 有可能在今后成为一种常态 在19母地区 乌军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缴获的俄军坦克 乌军士兵介绍 这台坦克当时陷在泥地里被俄军遗弃 检查以后发现它依然可以使用 这是我个人的战斗 我是战斗执行长和战斗执行长 妹妹称尽管近几日乌军取得了一些战果 但目前战事前线绵延有数百公里长 整个战局走势还很难判断 一些乌军表示俄军似乎并未全力进攻 对于乌军宣称夺回哈尔科夫部分地区的消息 俄军目前还没有正面回应 但俄国防部12号下午公布的战报显示 俄军当天在哈尔科夫地区摧毁了乌军的三个军火库 一套S-300防空系统以及三辆龙卷风多管火箭炮 而在距离哈尔科夫不远的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 州长格拉德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索洛西村遭到来自乌克兰一次炮击 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一所民房部分损毁 俄媒称这是2月24号以来 在俄罗斯境内首次因乌军袭击出现人员死亡的情况 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重镇马里乌波尔的战事仍在继续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1号援引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通报说 俄军继续封锁亚素钢铁厂 在大炮和坦克火力支援下 俄军不断发起突击行动 来自乌军亚素营的消息说 在过去24小时内亚素钢铁厂遭到俄军38次攻击 顿涅茨克武装领导人11号则表示 亚素钢铁厂内的平民已经全部撤离 可以放开手脚行动 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修克同一天说 目前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 为亚素钢铁厂的乌军解围 乌方正在考虑通过人道主义走廊 从亚素钢铁厂撤离重伤员 或者通过交换俘虏的方式撤离守军 与俄方的相关谈判正在进行 另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 俄军在多个战场都增加了空中力量部署 其中就包括苏35S战机和卡52直升机 其中苏35S主要携带高精度武器 卡52直升机由于可以低空突防 主要携带的是无制导导弹 除了执行打击任务 卡52还执行空中运输的护航任务 护送目标主要是米8直升机编队 飞行员坦言面对乌军的独次导弹 他们只有三秒钟的时间紧急机动 否则就会被击中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 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 由于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相信他们可以继续在军事上取得进展 所以在短期内没有可行的谈判道路 11号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在被问及俄方是否同意 美情报部门的评估时 他表示 我们建议关注普京总统的声明 总统最近重申特别军事行动 正在按计划进行 他同时讲调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进程 仍在继续 但非常缓慢 没有成果 另一方面 白宫对乌克兰的军援也再次加码 当地时间10号晚 美国众议院以368票赞成 5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向乌克兰和北约盟友 提供400亿美元紧急援助的法案 这高于拜登此前要求的330亿美元 其中包括将总统拨款授权资金 增加到110亿美元 该资金是俄欧冲突爆发以后 美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主要方式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11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 这种援助的动因不是热爱乌克兰 而是为了继续对俄发动代理人战争 他还警告 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源源不断提供武器 并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演习 将提高北约与俄罗斯 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北约与俄罗斯的潜在冲突 可能会上升至核战争 这将是灾难性的结果 北约东扩已经引发了俄乌冲突 而瑞典和芬兰多次表达 有意加入北约 北约又要北扩 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 瑞典首相安德松11号 与来访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首相官邸举行双边会晤 并签署一项安全保障协议 双方承诺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遭受灾难或袭击 双方将根据受影响国的要求 提供各种方式的相互协助 其中也包括军事手段 英国更是承诺 在瑞典遭到袭击时提供军事资源 即使瑞典决定不申请加入北约 安德松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强调欧洲并没出现分裂 反而更加团结 俄乌冲突后 瑞典改变了200多年的中立国政策 3月瑞典向乌克兰运送了5000件防弹背心 5000枚坚堂式反坦克火箭筒 以及13.5万份野战口粮等作战物资 5月5号瑞典又宣布了一份数亿美元的队伍援助计划 约翰逊离开瑞典后 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并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面 两国同样签署了一份联合安全声明 承诺在对方遭受袭击时提供支持和援助 芬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其是否加入北约的决定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尽管芬兰是一个人口只有500万的国家 但它在战时却能紧急动员20.8万人 芬兰与俄罗斯的边境线长达800英里 英美指出芬兰加入北约 将会使北约在俄罗斯家门口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 事实上芬兰军队早已通过各种联合军演 与北约的军队进行了充分的磨合 在访问瑞典和芬兰之后 约翰逊接受了英国独立电视台的采访 在被问及有紧急情况时 英国对上述两个国家的援助是否包含何援助 约翰逊并未否认这一选项 自1999年以来 北约已在美国的主导下先后五次东扩 成员国从16格增加至30格 向东推进1000多公里 直抵俄罗斯边境 如今北约又在寻求北扩 俄罗斯在家门口正面临更多方向的围堵 北约在加紧东扩的同时 又在进行北扩 实现在北部地区与俄罗斯形成正面对峙 如果芬兰瑞典加入到了北约成为新的成员国 美国强化在芬兰瑞典的居住存在 部署武器进行攻击性的调整 这样在俄罗斯的边境地区 将会受到美国和北约越来越多的军手威胁 而且这种军手威胁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区 都是直接的邻居对对抗 也会对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构成比较大的影响 美国的意图很明确 就是要在北极地区一直到乌克兰到黑海 进行各种前沿部署和野类行动 以及各种牵制行动 让俄罗斯没有办法在某一个点上集中精力 进行各种作战准备 一旦在如此宽大的阵面上 多个点位同时爆发热点 俄罗斯也很难对这些点位进行高效的回应 据报道 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 坎贝尔11号在美国和平研究所活动上说 即将举行的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 将谈及中国等议题 美将会寻求加大对东盟国家投资和接触 美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 但希望表明遏制挑衅举措的意愿 就此 中国外交部12号表示 美国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玩火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 把拜登总统有关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 关于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 美国作为域外国家 应当为地区和平发展 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而不是破坏本地区团结合作 美国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 搞选边战队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玩火 此外有消息称 美国最快可能于5月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韩国和日本都有望加入 就此赵立坚也进行了回应 中方认为任何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框架 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增进地区国家间互信与合作 都应体现开放 透明 包容 平等 互尊 互信和互利理念 坚持尊重主权 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韩国总统尹熙悦就职以后 向日本抛出橄榄枝 冰冻近三年的韩日关系 会就此转暖吗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 以首相特使的身份 于10号上午参加了 韩国新任总统尹熙悦的就职典礼 并向尹熙悦转交了岸田文雄的亲笔信 这时时隔4年 首次由日本政府高官访韩 尹熙悦在会见林方正时表示 希望早日与岸田会晤 共同致力于改善日韩关系 尹熙悦11号在总统办公室 接见日本议员团时说 韩国政府将采取措施 推动因疫情停航的 首尔金浦至东京羽田航线 本月内复航 促进两国人员交流 在民间交流层面 双方关系似乎也有荣兵的迹象 在东京的潮流聚集地元宿 有一家开张不久的韩国餐厅 外形可爱的糕点和美味的韩式热狗 都深受年轻顾客的喜爱 2019年由于日本政府加强了 对韩半导体原材料的出口管制 抵制日货运动席卷韩国各地 日本产品开始在韩国的超市中消失 在韩日期也纷纷撤出韩国 日韩关系跌至战后最低点 但是现在日韩之间的氛围 似乎出现了变化 这家日式居酒屋 可以提供日本美食烤鸡肉串 颇受欢迎 顾客们喝的也是日本啤酒 这三位顾客干杯时 喝的是日本清酒 虽然前年抵制日货运动 进行得如火如荼 但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人们似乎已经有些忘记这个运动了 因为我是韩国人 所以之前不知道 是否应该去优衣库买衣服 但是最近已经没有这种顾虑了 一度在韩国超市消失的日本酒类 也再次回到了货架上 今年初 韩国市场的日本啤酒进口额 已经达到了抵制日货运动 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对于日韩关系是否会回暖 两国媒体均存在疑虑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自民党11号召开外交小组会等的联席会议 围绕日韩首脑会谈一事 自民党内部认为不应急于实现 日媒在尹熙悦胜选后 就日韩关系所做的民调显示 73.7%的日本人认为 日韩关系不会因此改善 认为会进一步恶化的为3.4% 持中立意见的为4.2% 认为会走向好转的占18.7% 日媒对此分析称 由于韩国国内反日情绪根深蒂固 日本政府内部很多人也认为 不能期待两国关系发生巨大变化 对尹熙悦提出的改善韩日关系的构想 韩国国内也有反对声音认为 这是和把历史当作交易工具的 日本的串通 日本经济新闻12号发表评论称 日韩之间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包括二战劳工赔偿 微安妇赔偿 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防卫交流 水产品禁运 左渡金山深移 日本核污染水等 各个问题看似零散 却又连成一串 其中安保合作可能是破局的关键 但即使出于印太战略的考量 美国乐见日韩之间有更多对话 两国要真正走近并改善关系 恐非易事 好 视线继续放在韩国 随着韩国总统府的签出 自从本月10号开始 青瓦台时隔74年首次向普通民众开放 吸引了众多韩国民众 当地时间5月10号 尹熙悦正式就任韩国第二十任总统后 青瓦台时隔74年首次向普通民众开放 74位代表作为首批游客 首捧梅花入内参观 青瓦台坐落于首尔中路区景福宫北面 历史上原为高丽王朝的离宫 自大韩民国1948年成立以来 青瓦台一直是历届总统的办公场所与官邸 因安保严密被韩国民众称作九重工区 青瓦台面积相当于35个足球场 位于中央的是有着青色瓦片的主楼 登上楼内的中央阶梯就能看到总统办公室 主楼前面是举行大规模会议 或向国宾提供午餐晚餐的迎宾馆 画面中主楼右侧是总统居住的官邸 前面则是长春斋 1983年建造的韩屋长春斋 是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地方 2017年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和企业界人士 还在此举行过啤酒聚会 长春斋前可以看到开阔的绿地园 被称为韩国第一庭院的绿地园 有韩国历劫总统执下的纪念术 最近还举行了儿童节活动 此外便是总统秘书室等参谋常驻的与民馆 由于这里与总统工作的主楼直线距离达500米 也有声音认为 这样的距离很难随时进行沟通和讨论 离主楼最远的地方是春秋馆 这也是历劫总统发表讲话 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地方 为了方便民众游览 韩国YTN电视台记者专门制作了导览攻略 入场时需要出示预约成功的调形码 如果不熟悉手机操作的话 也可以出示身份证 明禁门에서 청와대 앞길을 쭉 따라 걸어오면 문재인 전 대통령이 마지막으로 걸어 나왔던 청와대 정문을 볼 수 있습니다 세 번째 문은 춘추문인데 청와대 앞길 자전거 대여소로 오면 됩니다 据韩联社消息 清瓦台开放首日 共接待游客约26000名 韩国总统事方面12号说 考虑到国民们的高度关注 决定将清瓦台首期参观时间 延长到下月11号 截至当天零时 共有超过231万人提交申请 好 更多资讯再来看一所速览 近日巴基斯坦北部一座混凝土大桥 突然坍塌沉入河中 原因是高温导致冰川融化 引发洪水冲击 专家称 由于巴基斯坦北部气温异常升高 冰川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化 导致大量湖水释放到周围的河流中 大量湖泊面临决堤危险 今年4月 巴基斯坦气温创下数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中部城市雅各布阿巴德的气温 一度高达49摄氏度 印度近期也遭遇了高温热浪 在这样的天气下该如何保持凉爽呢 新德里的三轮车司机 库马尔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他在三轮车顶建造了一座小花园 种植了至少25种不同的植物 避免车顶被阳光直接照射 有成哥表示 很喜欢这项发明 在炎炎夏日里 车顶上的绿色植物 给他们带来了凉爽舒适的乘坐体验 据韩国KBS电视台报道 截至4月底 已经有两条大型鲨鱼在韩国 江源道东海岸被抓 受气候变化影响 朝鲜半岛周边海域水温上升 导致栖息再次的鲨鱼个体数量有所增加 鲨鱼在海岸地区出没的时间也变得更早 韩国还请提醒民众和游客 应提高警惕 专家指出 如果鲨鱼数量急剧增多 会打破食物链平衡 破坏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在俄罗斯受植物食物昆虫 叮咬等因素的影响 季节性过敏症正迎来高峰期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皮肤 起红疹 搔痒 以及流鼻涕等常见的过敏现象 此外 有专家表示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植物的花期变长 意味着人类接触过敏源的时间段 也有所延长 导致过敏人群数量 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近日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 一处垃圾厂里 堆积了数万个品项完好的 牛油果价值约合人民币100万元 受新冠疫情影响 牛油果市场需求下降 导致大量库存剩余 外加运输和包装成本上涨 农民卖得越多 亏得越多 不得已 只好将其倾倒 对此 不少网友这招 不如将其用作动物饲料 或者制作食用油的原料 避免浪费 受美与封面和低气压的影响 以日本九州和四国地区 为中心的降雨正在加强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预计到13号傍晚 九州南部四国近期 东海的降雨量 将会达到100到200毫米 截至14号 东日本以及西日本地区的 太平洋一侧 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 专家建议市民提高 对地质灾害及河流泛滥的警惕 做好防灾准备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完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